今天我们是要学习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是我们上次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足阳明魏京的武术学 历对内庭仙谷魏 冲阳解析三里连 就这几个学位呢简单提到一下 但是没详细的跟你说 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习 因为马上再过三天 就是我们二十四季期的进入夏季了 春季从立春开始 那立春雨水啊 金泽啊 春风啊 古雨啊 清明啊 古雨啊 然后就那已经还三天 这个春季就结束了 那现在呢 所以春季的最后的十八天啊 十八天成了最后三天 就最后的十八天上次 我们好像也提到过 就是最后的十八天 由匹所主管的 我们呢也学了一下 那个匹的三字诀 刚 夫 中 我们呢在今天正式上课之前 我们先把上一次的那个刚 夫 中 三个字先复习一下 好吧 好 我们保持这个气功的 宋经站立的姿势 两脚并拢 两脚并拢 舟山中正 这个呢也是一个主场 主场调制 一个主场 我们从主场的方式呢 让我们很快的进入这个气功的功能的状态 好 双目 让自己的头颈部放松下来 头颈部先放松下来以后呢 引导全身 胸部 腹部 背部 腰部 到臀部 下肢 大腿 膝关节 小腿 跨关节 左背 脚趾 周身 上下 全部放松下来了 两脚并拢的姿势 我们称之为叫无极式 慕眠或者是发出声音来 捏出 捏颂三十二个字呢 能够很好地让我们进入 虚空的 恍恍惚惚的 深沉的气功功能状态 顶天立地 行松已冲 行松已冲 歪紧 勒紧 心沉 猫躬 意念不起 神主太空 神已照体 周身融融 放松 安静 调用预知的昏远器 在我的意念作用之下 足用于你的 全身的每一个毛孔 每一个穴位 倚注 十二经脉 气血的运行 在我的意念作用之下 调用预知的昏远器 从你的百慧灌入 到你的上灯天 到中灯天 到小腹下灯天 周身充满了宇宙的 无限的能量 调畅气血 平衡脏腑的功能 畅通十二经脉 帮助热度冷脉的运行 全身上下 内歪 十二正经 齐经八脉 周身 气血都畅通了 这种三十二个字里面所做的 周身融融 左脚向左 跨出一步 由五级到太级 两手 轻轻地放在 两系内这个部位 两系的部位 分布着 与我们的肝 脾 胜 胆 胃 等等脏腑关联的 重要的学位 你像 西门 金门 章门 日月 大包 等等这些学位呢 都是在我们手掌的掌控之下 手掌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对刚才所说的那些脏腑 那些穴位和经脉 你像 左手掌胆经 左肩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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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掌胃经 左手掌胃经 等等 左肩肥经 都在这个周围 或者是手掌下面 有广泛的分布 所以这个部位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把手放在这个地方 从西医的解释来讲 我们这个部位呢 两系列这个部位 右侧 内宫里面 这个生成词里面 就是肝胆所在的部位 我们 左手掌下面这个部位呢 是我们的脾 在生成词里面 偏做一点 疑还有胃 所以这个部位这么放着的时候 我们眼睛 可以用内室的目光 想着刚才我说的那些脏腑 那些脏后腑 这个叫反观 内照 眼睛看到它们 好 我们可以 把干 春 因为春天快要结束了 我们再把春天的干气 春对应的干 干气 再畅谈一下 为顺利的构渡到夏天呢 做好更好的准备 那就是那个三个字 叫做推居令 现在正好呢 是皮育处的最后18天的 还有剩下最后三天 因为再过三天 今天星期天到星期三 今天是2号到5号 5月5号 就是立霞 那这个几天呢 我们说皮煮美肌的最后18天 那所以说呢 我们要来强健我们的皮胃 那那个三个字呢 分笔是刚夫中 气气 和我一块人念 去 把拘的时候 人家感觉到一股气从两手掌下面 两肋像中管中交未完部位聚齐 拘那个意思也很有这个意思 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 拎的时候我们要配合手的运动 把手掌呢摸摸到中管这个部位 好吸气 令 能提升甘之魂 顿时能觉得整个的气味这个部位 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清零 灵通 好 刚才的三个字呢 记住了 去举 分别对应于干的形态 干气 和干的神 混 干混 两手 两手保持这样的姿势放在中腕 胃腕部 这个部位在智能工的工法里面 把它称之为非常重要重要的 一个能量的聚集部位 它有一个固定的专业的名词 叫混缘翘 或者是混缘胃 就是在我们胃的后面 所有的能量呢 都要把它聚集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也迎合了我们中医认为 脾胃为后天之本 我们的营养物质 就是通过吃进去的 吃进的食物 就叫做先要到胃 然后通过胃呢 进行消化到小肠到大肠 那古人呢 还有一个概念 他们认为 小肠大肠 在皇帝内经里面 认为 叫小肠大肠皆属于胃 所以说呢 当我们手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不仅仅对我们的胃 本身的这个 stomach 有好处 对我们的 largy intestine small intestine 大肠小肠 也有非常好的帮助 所以中晚 在特定学里面 特定学 我们总共分成十大类特定学 上次我们讲的那个五苏学 锦银苏经和 蒙古土金髓 金髓蒙古土 那个叫做五苏学 它所谓特定学 就是说很特殊的学位 就是说全山360个学位 统于66学 66个五苏学 那除了这个五苏学 非常重要以外呢 还有一类学位呢 还有好几类啊 总共成十大类特定学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中晚 放这个部位 它属于是腹部 它位居于我们的中交 微晚部在腹部 叫什么呢 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慕虚 在我以前没跟你提过 在今后在讲课 遇到这些时候的时候 我都跟你说 它叫慕虚 什么叫意思 什么叫慕虚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 这个中晚 中晚 它属于是胃的母学 那也就是说 凡是胃的毛病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中晚 去进行治疗 那尤其是胃脏啊 胃痛啊 胃的不舒服啊 胀满啊 手寒啊 吃的东西太多啊 等等 都可以把手放在胃晚部 就一会儿呢 它就会缓解了 尤其是到夏天 快到了以后 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 深冷的东西 引起胃部的受害 包括小孩 家里的人 如果说 吃了一些寒凉的 胃不舒服 那最简单的办法 不要急 不要慌 不要想着先吃药 把手 搓搓热 把它放在胃晚部 一会儿 不舒服的症状 一定会缓解的 好 衍生了好多 我们还回到这个 正题啊 我们在复习 和胃健脾的 身子觉 肛 肤 中意念 内饰的目光 意念想着胃 想着我们的胃晚部 吸气 在发肛的时候 我们就位于一种 向外吐的感觉 再调一遍 吸气 好 第二个字 呼 提升脾气的 吸气 吸气 嘴唇正称 脾气滑在唇 吸气 吸气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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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中的时候 能感觉到整个的周身的能量 分布得非常的拘泥 在我们全身的美和部位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由里即歪 中就这样的感觉 再体会一下 匪提升了匪的意 匪的神 匪的神是主意 主智 这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意识 匪主思虑 所以说思虑太多了 想的太多了 很多人想的太多了 吃不下饭 随不着觉 这就是伤疲了 伤到我们的意 伤到我们的智 那通过发这个钟呢 周身阴阳平分 细血 平均分布的 传承每个地方 好 两手缓缓下落 垂于底侧 我们顺势呢 顺着这个 我们就继续的 顺带的复习一下 我们古语导引述的 还记得上次我说像 像指挥交通一样的 指挥交通一样的 两手放在这个地方 好 一手踩天阳 一手踩低音之气 然后呢 叫掌托须迷吗 手掌 右手掌上撑 头向左边转 向左边看 防反的下落 头转正 向右边看 再转正 两手 回到处于体侧 这个动作呢 叫做 古语导引术 我们二世纪导引 第六诗 古语导引术 突掌虚迷失 向上拥腻的 把身 好 头转正 手腕 向上 右手的手腕 向上 左手的手腕 向下 回落 两手 慢慢地 出于体侧 好 我们 用心地去 起回下 这个动作 好 这边 往 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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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了 学习我们今天的立下导演书 祖云太极式 好坐下来 坐在垫子上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呢 是要坐直腿坐的 我们要直腿坐 所以坐在垫子上比较好 你把垫子准备好 平时我们坐的时候呢 我们采用盆坐式啊 或者是平坐式啊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立下导演书呢 我们是采用平 叫做直腿坐 直腿坐啊 把腿要伸直的 不是盆腿的 你把垫子要放长一点 直腿就是习惯极 习惯极伸直的 好 我也坐下来 这个屏幕 对对对对 好 我看到你的 这样很好 那坐下来 两腿 两膝关脊 直的直腿坐啊 不是盆腿坐 好 好了 那采用的坐的方法 什么叫直腿坐啊 就是习惯极 习惯极伸直 不是习惯极 不是弯曲的 习惯极直的 那这种坐的姿势呢 你可能不会觉得很舒服 因为以前我们很少这样坐 除非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 非常在蓝散的周末 躺在床上看书 这样子腿直直的 但那样坐呢 挺享受的啊 很舒适 很蓝散 但是呢 我们这个坐呢 它是要求 伤身正直 它的一个第一个要点 就是伤身正直 那就直了 那这个就不是很舒服了 因为我们很少 才用这样的姿势嘛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个腰底部的 臀部的腰底部的 这个地方的肌肉 忍带啊 受到一种拔身 牵拉 但是经常坐惯了就好了 因为它能很好的 是我们这个 腰底部啊 骨盆 把这种的忍带 这种的关节 把它打开 那柔软 是我们的腰底部的忍带 关节变得更加的柔软明弧 两手掌呢 轻轻地放在两膝关节的双方 端身正做 调云呼吸三次 调云呼吸三次以后 将两手沿着两小腿的紧固前缘 慢慢地向前够 触及到我们的 魏京的这个解析学 解析学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脚脖子的终点 脚脖子的终点 叫解析学 那这个书的名字 和我的姓 和我的这个 Sernam是一样的字啊 读音不一样 这个念解啊 解析 解析学 好 我们慢慢地向前够 向前够 向前够 用我们的中指 看看能否点着 泳泉学 脚底的泳泉学 脚底板 用中指 能点到我们的脚底板 然后呢 两个肘关节 能尽可能地靠到垫子 肘关节能靠到垫子 也就是说胸部 踢进我们的膝盖 我们来做看看 咱们能做到 我们可以做三次啊 一 好 放松 让我们的胸部 面部 踢进我们的 大腿 膝关节 小腿 颈部 前缘 然后嘴关节 能靠到垫子 我们再做两次啊 二 放松 三 放松 好 三次以后 收回来 端身正做 手掌按语两下相方 调远呼吸三次 端实你这样一做以后 你会觉得你的膀胱筋 背部腰部 臀部 习惯筋 腿部 整个的气血就被激发 掉纵起来了 能感觉到一种温热的感 温热质感就产生了 好 我们再重复一遍 缓缓地向前 中指 促及 解气血 好 现在注意 我们 我们正好呢 趁机 来了解一下 我们要介绍 今天要介绍的 左阳明 魏京的 武术学的 几个学位 我们 中指点的这个 左背这个学位 叫做解气血 再向前 是冲阳学 就你能摸到 摸到那个血管 一跳一跳的 就是我们中指 从这个解气血 向前摸摸摸 两寸的地方 就是两寸的地方 三个手指头 就是从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三个手指头的距离 这个地方 就是高高的骨头 摸到脚背 最高的骨头的前 最高的骨头的地方 靠近这个解析 在前面的凹线当中 有一个血管 你摸到那个跳动 这个血管呢 叫做冲阳脉 那这个学位呢 就叫冲阳学 是魏京的圆学 就打开魏京的 魏的原始动力 开 开 开齐 魏动力的圆学 就是这个学位 就是在这个地方 能滚到我们魏 滚到我们的魏的 原动力 原气 然后再向前摸 这个骨头的 再向 脚指头 这个方向 那个抱线当中 这个骨头的名称 这个学位的名称 叫做仙骨 仙骨 仙骨 仙骨就意思是说 那个山骨里面 在山骨里面 那个地方 山骨呢 有很多的石头 泥土不是很多 长到一些书 当这个书 这个tree 长在山骨 没有太多的土地 也见不到太多的阳光 那个书呢 就不会长得很陌生 那它的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控制 这个书 不要长得太好 等会儿我们讲 详细讲魏京五十岁的 还要给你讲 就很有意思啊 好 我们再向前推 再向前推 那这个学位呢 叫做内庭学 内庭 内庭学 就在第一个脚趾 第一个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交叉的那个地方 在第一个脚趾和第二个脚趾 哦 sorry 我讲错了啊 第一个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交叉的那个穴位是这个肝筋上面的肝筋上面的那个太充穴 太充穴形间太充 应该是再向外面一点 就是第二个脚趾头 第二个脚趾头和第三个脚趾头之间的那个穴位 第二个脚趾头和第三个脚趾头之间的穴位 叫做内庭 内庭 那再向前目 再向前目 目到我们脚的第二个脚趾头的歪侧 就是第二个脚趾头的歪侧 那个穴位叫立对穴 是左阳明未经的最后一个穴位 在五行五宿穴当中称之为是井穴 五行属性属于金 好 所以我们就顺便啊 我们顺便就把这个几个穴位先了解一下 那刚才讲的这个五个穴位 从立对 立对 内庭 然后仙谷 然后冲阳 然后解戏 那还有一个穴位是什么呢 就是左三里 左三里在哪呢 就是在我们 摸一摸膝盖 摸一摸膝盖的那个冰骨 膝盖的这个骨子叫冰骨 冰骨下面 就冰骨下园 就是冰骨的下面呢 有一根忍带 这个忍带呢 它的两侧 在这个冰忍带 冰下忍带的两侧 有个凹陷的小洞 一个凹堂 一个凹陷 凹陷呢 就像一个鼻孔一样的 是什么的鼻孔呢 是牛的鼻孔 所以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 叫肚鼻 肚就是牛嘛 出身牛肚 不为虎 牛 牛鼻子 所以这个 这个学位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学位啊 叫肚鼻血 那肚鼻血 我们摸到了以后 从肚鼻向下 肚鼻向下 四个手指头的宽 四个手指头的距离 四个手指头 四个手指头 好 那就到这了 那四个指头到这了 那再摸摸前面的这个骨头 叫做紧 紧固 打腿 我们小腿的这个 最大的这个骨头 叫紧固 摸一摸紧固 紧固向外面 用手指头去量一下 一横指 一横指的地方 一横指的距离 就一个指头宽的距离 那就是足三里血 好 那我们非常准确的定位了 足三里 肚鼻 膝盖 冰过下面 冰冷在两侧 外侧的那个 暴线当中 叫肚鼻 肚鼻血下面三串 四个手指头宽度 这个活特摸一摸 这个紧固的歪圆 歪侧一横指 一个指头宽的地方 所以这个水位就定名为 足三里 当然左右 都有一个 两边都有 好了 我们找转了这个水位以后呢 我们不妨用拳 握拳 握一个实行拳 大墓下在里面 用这个拳眼 用这个拳 拳眼 这个后面的拳眼 不是前面的拳眼 后面的 这样 扣记一下 敲一敲 能不能感觉到非常酸张的感觉 哇 非常舒服 敲一敲 这个两次的足三里 足三里是宝剑大学 又是长寿大学 长寿学 三大长寿学之一 就是足三里 足三里是一个长寿学 那当然除了 这个足三里以外呢 还有三阴交 还有养老学 以后我们 讲到那些时候 再跟你说 那今天呢 先给你提一下 人体的三大长寿学之一的 足三里 有时没事的时候呢 就可以经常去敲一敲 好了 好了 这个呢 我们去顺带的说了啊 这个从弊队 到内庭 到仙谷 到冲阳 到解析 有足三里 好 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啊 我们要讲的是 立下导引术 阻阴太极 先将右腿 先将右膝关极 弯曲 弯曲右膝关极 就是脚底板 这个放平了 脚底板放平 主脚呢 左膝关极 弯曲 把左脚的脚跟 左脚的脚跟 向里面收 收到靠近 右大腿的 这个后下方 就是尽可能的 让这个 左脚的脚跟 触及 我们右大腿的后侧 好 这个姿势 就是我们今天 足运太极的一个基本姿 基本的形体要求 现在呢 我们去用劳工学 劳工学 对准这个 肚鼻学 肚鼻啊 刚才讲到肚鼻了 牛鼻子 手掌交叉 手指交叉 手指交叉 那手掌呢 正好安在 习惯级 两侧的 下方 的 牛鼻子的 这个两个血位 就把它 把它这个叫什么 劳工 对肚鼻 劳工学 是代表心经的 代表这个心的 因为它是 手决心报经的 这个 颜血 所以劳工学 对准肚鼻学 意思是说呢 把这个心火 把这个心火啊 去温序 我们的 习惯级周围 温序我们的习惯级 习惯级得到更多的 温热的能量 从我们的手掌 那慢慢的呢 把我们的 右腿 右脚 抬起来 抬起来 离开地面 不要 碰到地面啊 把我们的右脚 抬起来 右脚抬起来 身体可以 微微的向后 倾斜一点点 因为要保持平衡嘛 我们省力上 稍微少不向后 倾斜一点点 现在开始做 脚尖 向 里面收 脚跟 向前蹬 好 最大限度的 脚尖 内收 然后呢 脚背 向前 绷直 脚背 绷直 好 做这个 收 脚背 绷 当我们在做这个动作中 能体会到我们的小腿的肌肉 和 紧固两侧的 包括 左三里那个周围的 就整个小腿部位的 肌肉 人带 得到最大限度的 拔山牵拉 好 做三次 三次以后 描太极 什么叫太极 都知道太极图 太极图是个圆形的 里面有阴 有阳 叫 一半是阴 一半是阳 装结一个S形曲线 这个太极图 我们脑子里面对印象的 太极图是个圆的 那我们就是 用脚跟为圆形 画这个圆 画这个圆 画一个圆 当然我不可能画到 弯弯正在平面的圆 是一个 是个立体的 所谓有一点的立体感的 那个圆 就是以脚跟为圆形 脚趾头 由你向外 画三圈 反过来 由外向内 画三圈 画的速度呢 要非常的缓慢 均匀 最大的限度 好 三次以后 右脚放平 两手 放于两侧 顺便呢 帮助 把左脚 还原到 圣直的姿势 那把右腿呢 也回到 圣直的姿势 这就是我们 做了一遍了 做了右边 右腿弯曲的 做运太极 端身正坐 调运呼吸三次 我们做另外一遍 左腿 抬起来 左膝盖 抬起来 左脚掌 放逐 交叉 失职交叉 暗语 肚鼻血 主席关节的两侧 把左脚抬起 脚尖 内收 脚背 公直 三次 好 这个动作呢 很好的刺激 我们缓关节周围 包括我们小腿的 前和左右 很多很多的学位 都会得到了刺激 随着这个苗太极 就是以脚分为圆心 由你向外划三圈 再由我向你划三圈 这一个划圈 这个晕太极 能有效刺激 缓关节 内侧外侧的 做太阴脾经 做均阴干击 做少阴圣经 或外侧的 做完面围经做三圈 等下做太阳膀胱经 好 脚放平 sorry 只顾讲了 做这个的时候 刚开始 做这个的时候 没有抬脚 苗太极之前 我们的右腿 不是直的 我总觉得 不对 这个腿应该是 瘦回来的 对 这个腿应该是瘦回来的 然后做 内收 绷直 内收 绷直 在内收绷直的时候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 我们手 握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肌肉比较发达 坐在你这个地方 肌肉比较肥厚 那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地方的肌肉 在 在收束 在运动 你看 你体会一下 是不是很明显 好 然后旋转 先 这个 由你向外 当然这个顺序 是向你向外 不是很重要的 随便是先向你 或者先向外 反正 左三圈 右三圈 右三圈 左三圈 就OK 好 然后放平 这个 右腿系 把它放平了 放直了 然后呢 再把左脚放平 放直 端成正座 两席 两掌 放在两席上方 左右为一变 我就不再带你做了 因为时间关系 你可以自己做 这很简单 平时呢 左右为一变 做三变就可以了 那从今天开始 因为今天 到 立下 还有三天 在每个机器的 前面三天 和后面三天 包括机器当天 这一个星期的时间 是 机器养生的 重重之重 就是这个几天 要是练功的话呢 一天能抵几天 尤其是在 那个 机器的那天 正当天 正当天 就是 星期三 五月五号 立下的话 你要是坚持 早上 早上练 晚上练 这一天能挤 一个星期 或者是 还要固执 为什么呢 因为正好碰到的 这个立下 所以是四立 10365天 我们讲 都讲养生 但是呢 最重要的时间呢 我们说 二十四几期 二十四几期的前后几天 是比较重要的 那最最重要 最最最最重要的呢 我们叫做 四立 立春 立下 立秋 立冬 还有呢 每个机器中间的 那个 那个平分的 就是春风 秋风 夏至 冬至 这个霸 总共是霸天 三面六十五天度养生 重点在 二十四个节气 二十四天 那 那这个 二十四个节气呢 又归于 霸天 霸天啊 这个霸天呢 又归于 这个四立 所有所都重要 立下 太重要了 好的 我们两天放在这地方 最后呢 我们在记住之前 同样呢 我们再来 让我们的手向前 触及 我们的解析学 然后从脚背的外侧 触及到我们的 拥拳 让我们的身体 和腿 胸腹部 包括面部和腿 做一次 做一次清净 我们做三次 主关节能 按到能处去的地面 一 放松 二 三 好 三次以后 两手掌 沿着 腿的颈部的前缘 按照两下双方 调圆呼吸 准备收工 收工呢 我们要采取 由直腿座 改成 自由盘 先 改成自由盘的姿势 端身正座 动一下身体 然后呢 演气回原 一眼 가운데眼睛�ro 圆 动一下 准备收工 ��尧 伸直筋 迅语 呃 展熙 could 好我们在游盆坐时 直腿坐盆坐时 站立起来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把腿揉搓一下 让气血更加的畅通 然后再站起来 不要急 不要慌 不要忙 每个程序都要走到 好这样子呢 我们练功 气血要去畅通 不至于堵塞 在什么地方 在站起来之前 当然呢 我们要做一个站站放松 我们起来以后 抖一抖 站站站放松 站站站放松 抖一抖 好大拇指 在无名指的根部 一次的收回 活动一下两腿 握顾 具体树 整个的这套立下导引树 这是我们的第七个 二十四季期导引树当中的第七式 好 那刚才呢 我们两腿 直腿坐之前 我让你 就是直腿坐 然后向前 触及我们的 祖三尼啊 这些学位等等这个 这个本身不属于 不属于 二十四季导引树的 足运太极 这是我把它加进去的 作为一个预备 这个呢 是来自于智能工的 直腿坐的 这个部分 那真正的这个 足运太极呢 就是我们 两个 两个手指交叉 把这个腿 膝关起 向里面收 然后做脚背的屈身 然后做 脚的内旋 外旋 为什么取名为 叫足运太极呢 就是从这个 脚的这么一个运动 我们称之为 叫脚 去跳太极 当然在有些功法里面 因为这个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去连了 我们这样去旋转 我们的缓关系 对不对 其实重要的是 缓关系这个动作 我们这样去做了 那名称呢 在不同的功法里面 我们说我们这儿 叫足运太极 在智能工里面 也有一节动作 叫做苗太极 叫做苗太极 那在一经洗髓工里面 一经洗髓工里面 称之为叫旋转莲花脚 那也就是说 这个实在太重要了 各门各派 都运用到了这么一个旋转 内怀外怀 那从我们中学的角度 刚才我已经解释的 分析的很清楚了 在我们缓关系的周围 分布着很多的 五苏学的苏学和圆学 那你说都重要 圆学是每一条经脉的开关 而苏学的 我像阴晶就是以苏为圆 本来的苏学呢 那阴晶那就是叫墨虎土 是土 土它就是脾胃 脾胃为后天之本 那阳晶的话呢 是精髓木 那精髓木 木虎 精髓木虎 那木 那代表这个一个山发 代表一个阳气的 叫木生虎 所以这些部位呢 通过这么旋转 这个滑关系呢 对我们的穴位 和经络 都有非常好的 刺激 调理 治疗作用 所以太重要 太重要 那其实我们平时 不 不要不做这个完整的 24级导演的时候 其实我们平时 我们睡觉之前 躺在床上 然后在起床之前 我们把我们的脚 平躺着 旋转 一会儿滑关系 也是会上有用的 所以我们学功法呢 有的时候要把它 生活化 那不一定就局限在 我一定要把这一套 完整的做完 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把它测分开来 根据我们的时间 什么时候方便 都可以融合于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好 下面呢 我把这个 我准备的一个PPT 我给你看一下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 我们立下养生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注意思想 我也跟你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好 我现在写一个PPT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PPT的画面了 这个呢 是我们的时间 那每年的5月5号到7号之间 私底下 今年呢是5号 到21号 结束 农历 是3月24 那这个是北京时间 和我们英国的时间的话呢 就是7个小时 7个小时多少 2点 就是7点啊 就早上7点47分 就我们吃早饭前后的时间 星期三早上 吃早饭 吃早饭前后的时间 就是立下 夏天快到了 夏天是人们比较喜欢的 喜欢的季季 尤其是在英国啊 是 印尼当中 季季最好的 当然就从 4月份开始啊 这个月的天气 4月份天气都不错 今天天气还要也不错啊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到8月份 一直都不错啊 到9月份 天气开始慢慢的变不好了 所以说 你看这个季季 时间正是 日月的罗梭啊 这个光阴时间啊 离春雨水 静止春风 清明过雨 到立下了 下面呢 我们就是进入夏季 然后我们还要 每到一个集期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 小满啦 盲中啦 夏之啊 小鼠啊 大鼠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 什么叫立下 每个集期呢 我们都是同样的规律啊 同样的认知 就是根据 太阳和地球的 他们的这个 太阳运行的 这个地球 和太阳 他们相对的这个位置 我们说地球呢 是围绕到太阳 转着在我们太阳系里面 就当地球 以我们春风 这个地方作为零度的话 当每旋转 15个角度 15度角 15度角 就是一个集结 那现在呢 就到了这儿了 旋转到45度了 就太阳到达 黄金45度的时候 我给立下 好 这个从现在开始呢 又在中国的话呢 江南地区啊 气温回升 非常明显 降水降雨量 也会明显震度 我注意看了一下天气 昨天 我还没到立下来 昨天 南通啊 就是苏白 江苏 江苏的那个 像 银城啊 怀银啊 太阳啊 很大的台风 都没预测到 好像他死掉 死掉十几个人 收藏了一百多个人 三万多人都 就房子都被吹倒掉 非常非常糟糕 天气预报也没得预测到 就顿时就 就这个狂风大作 我在网上看那个视频 因为我老家是 江苏的嘛 所以我就比较关注 那我们 从卦象上来讲的话呢 就到这个 这个卦啊 叫前卦 就是阳气啊 从这个 从这个冬至开始 一阳升 二阳升 三阳升 四阳升 五阳升 还记得我们上次讲 国语的时候讲到这个卦 叫秧卦 你看到这儿了 一天一天过去啊 立下 那就是对应于我们这个 叫 十二地支 是天干十二地支 从子微开始 子愁 以毛 陈四 到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一个 这个再到下一个月的时候 那农历啊 就到五了 就是五月 现在还是四月啊 下面一个机器呢 是小满 对应的这个卦啊 说一下 对应的这个卦呢 我们称之叫前卦 前卦代表阳气 已经升至极致 就是阳气已经 到了最最顶盛的时候了 然后再过了这个月 再过了这个 这个节气 就是 每个月的 第一个称之为极 第二个称之为气 四月呢 立下是极 小满是气 再过完了这个以后呢 下面 阳气 自然界的阳气 就开始慢慢的减退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 刮香的话 就变成了构刮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由于这个 天气非常的热了 自然界表现出一种 叫什么 有个词形容一下 叫 百般红子 斗方飞的大好时期 所以这个时候 人们是和 外出活动啊 英国也解放了 很多人都出去 开对party 昨天看到一下 那个英国 一个卫生部门 他们出名 科学家 组织的说在 好像是在尼奥普尔 这种地方 哇 有很大的一个窗户里面 大概估计可能 有几百三千人的 就是 就要跳舞 dancing啊 party 去监测 大家不戴口罩 但是进去之间 都要做那个 新冠检测 检测阴性证明 要是阴性 大家才能参加 这样的聚会 去看看 这些人 他们 再过几天以后 看看他们是不是 有感染的 相互之间 感染的机会啊 这就为下一步解放 做一个 做一个实验吧 所以人们外出 活动的好机会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快速的浏览一下 那这个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挂项 这儿呢 是到了我们的四月 底下这儿 钱挂 全是羊 那就是二十四月 的 beginner 和 summer 那这个就不再说了 每次我们都讲的 白斗七星的斗冰 就只想到四位 那刚才呢 我要跟代理呢 把这个春天的肝 推剧令复习过了 也带你把皮 刚复中复习过了 那今天有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再带你 练这个 心的 因为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呢 正好够了地下 那下一次呢 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 来学习 调理心的 形息神的三个字 叫做 心 香 心 这三个字 我们说每一个季节呢 它分成三后 每个季期分成三后 不是每个季节啊 每个季期 每个季节不是十五天吗 十五天 每五天 为后 那立下的三后 是哪三后呢 楼姑明 秋莹处 王瓜生 那每五天 那有个变化 就是够了立下以后的 这个 第一个五天呢 由于这个 气候比较温暖 还下雨 在温暖潮湿的环境当中 会听到 叫这个 楼姑的鸣叫 意味着夏天呢 开始了 那再到 再过十五天 再过五天呢 这个 第一后以后 第五天呢 五天呢 就是 你就会发现 一下雨以后啊 尤其是英国啊 哇 除了那个欧牛 除了欧牛 就是蚯蚓 有些是家里 有草地的话 有那个garden 蚯蚓也会出动啊 因为蚯蚓比较喜欢 潮湿营烟的环境嘛 蚯蚓是一味重要啊 如果把蚯蚓变干了 蚯蚓把它烘干了 培干了 我们称之为 叫地龙 地龙嘛 能够 就是治疗一些关机的 一些疼痛的 叫疏风通路的 因为它一转进嘛 曲音不是在泥土里面 转来转去嘛 而第三回呢 叫王瓜参 王瓜是华白特产的 药用爬藤之物 那在立夏世纪呢 它伸张会非常快 到绿七一份呢 它会有一些这个黄 这个这个这个果实啊 有这个 最红色的这个果实 就这个后吧 就到这个时候 这个这个植物 就长得非常好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就观看这些植物啊 动物啊 它们的一些 生活状态的改变 它们的生长 那就说明到了某个几期了 那从起序来讲的话呢 我们勾了立夏以后 就说明到夏天呢 天气开始热了 温度升高了 那早晚会 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凉的 那一定要 也不要大意 很多人因为 不要说是夏天了 顿时把衣服穿少了 就容易生病 那我们睡觉 还是要提倡 早上早 晚上 这个地方的晚睡啊 是相对来说的 并不是说要晚于11点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在11点钟睡觉 但是不要从11点半到12点 还是要在晚睡 不要晚于11点 早上起来 早起可以在6点钟起床 我们如果能睡7个小时的话 也就可以了 而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有的人喜欢逗随 有的人喜欢扫随 平均来说 那有条件的话呢 睡个子午觉 就是 子时就是晚上11点睡觉 我们是中午 稍微休息个15分钟 20分钟 保证体力的充沛 那精神养生 因为夏天重要的是叫静养 静养 因为天气热嘛 当然在英国不可能热到那样子啊 如果在我们中国的话 就是我们到中国 我一直到英国 也就是因为 太讨厌南京的那个热了 夏天太热了 热到让人心烦 让人躁动不安 烦躁不安 所以夏天呢 要让我们保持一种精神的安静 情质 心情舒畅 当然这个是 这些活动在中国 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的 一些是老年退休以后 这个静养养生都比较丰富的 好 这个运动养生呢 也有个原则 我们要运动 但是呢 不要出寒太多 尤其是夏天 这个里面有个概念 叫憨为心之夜 这个呢 也为我们下面的 讲这个养生的原则的时候呢 也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因为憨是心的夜 心是煮雪的 那雪呢 也就是来 这个叫心和 心煮雪 叫憨雪同源 它们都是水 都是液体 对不对 憨也是液体 这个雪也是液体 所以说叫憨雪同源 同源于水 如果说出寒太多了以后 就会影响我们心 心煮的那个雪 心血就会亏虚 所以一定不能 出寒太多 另外呢 运动以后 适当饮水补充体液 所以像我们做太极啊 连我们24级导演说啊 那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运动都比较平和嘛 不是很距离 那从饮食来讲 稍微提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有这么一个概念啊 叫做 蒸酸减肝 我们还记得讲了一个春季的时候 我们要 说 要醒酸 蒸肝 就是在春天的时候 不要吃得太酸 因为肝气比较旺了 吃了酸以后 有时肝变得更旺了 导致肝上抗 肝活上 肝活上冲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呢 要减少酸 但是到了夏天 就是肝脏已经 已经有强势变成了弱势了 因为现在不是 马上到了夏天 不是干当令了吗 他不是他值班了吗 他没有权 他的权 就会移交给心脏了吗 心脏是煮火的吗 火就比较旺了 那火 那火对应的那个心 对应的那个味道是什么呢 就是苦味 那火是太强盛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吃得太苦 就叫减苦 就真酸 因为肝比较弱了 我们就补一补肝 怎么补肝呢 就是吃点酸的东西 酸能给蒸肝 增加肝的势力 那减少吃一点苦 夏天人们都比较喜欢 吃一点苦的东西 那你比如说苦瓜 但是不要吃得太多 那就要减苦 一降新的 这个续续性的势 如果苦中吃太多了以后 心气 心 这个火 火势又强了 又强盛了 另外呢还要补肾 要补肾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足运太极 你看我们的动作在哪儿 我们的动作是在 膝关极和缓关极 在下肢 下肢是由肾所主管的 所以说今天刚才 我们坐在地上 直腿坐 做的那些动作 都是为了补肾的 所以为什么 你可能要问 这个夏天对应心 我们怎么就坐下来 坐这个坐脚呢 哦 原因在这儿呢 我们就是为了补肾 另外我们还要 蒸酸 猪肝 另外呢还要调养胃气 所以我们夏天啊 我们坚固很多 所以中医的养生 不是孤立的 不是说 不是绝对的 哎呀 所以我们非得要整 夏天我们 就是说 中医它就是一个 综合的 它就是 叫什么 考虑的比较全面的 不像我们西医 叫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什么病了 包括就是说 哪儿不好了 把它割掉 这个霉胀气 所有时候把它移植掉 中医不是这样的 中医它是考虑的 比较全面 你比如说叫什么 质干 传皮 当现实皮 知道这个病毒会传到皮了 我们先把皮补墙了 那它就不可能 就浸泛到 我们的皮了嘛 那到了夏天的时候 那我们就考虑到它的相生和相克 那火 那水火的关系 夏天火旺 用什么来制火呢 就是水嘛 那我们就补肾了 把水补足了 火势就不可能太强了 中医 永远记住 balance balance 所有的养生的原则 治疗的原则 都是以贫为贵 平衡了 就好了 就健康了 平衡了 就少生病了 平衡了 就长寿了 平衡了 就养生了 平衡了 就美容了 只有平衡 真是不简单的 中医 中国为什么叫中国 就是平衡 balance 讲叫balance 在中间 不偏不移 五胜猪肝 调养胃气 所以饮食呢 要清淡一点 低脂 易消化 富含维生素为主 你比如说 都吃一些 蔬菜瓜果 除凉 平时可以都吃一些 这个鱼啊 鸡啊 瘦肉啊 豆腐啊 芝麻 洋葱啊 这个小米啊 玉米啊 山楂啊 枇杷啊 我这儿 特别的把它 用黄颜色 把它标注了 那这个地方 还有黄瓜 桃花木瓜 香草等等 少吃动物内藏 肥肉等等 那少吃够咸的时候 咸鱼 就相当于比较清淡嘛 我为什么把这个地方离出来呢 这个当中尤其是 樱桃 是我们夏季 补养心血的 最好的水果 就是樱桃 当然不要吃的太多 如果喜欢吃樱桃的话 不要超过三十个啊 每次吃不要超过三十克 吃多了也会种多了 因为樱桃富含 大量的体 含体量比较高 体就是FE 因为罩血的元素嘛 就是体嘛 体里面 这个血黄蛋白嘛 就是体 没有了体呢 就没有把罩血 就会贫血 所以樱桃含血量 含体量最高 所以它是补血的 养性补血的 最好的水果 所以我把它标注出来 好了 今天 我们的座阳明卫经 又不可能详细的去解释了 下次再说吧 请不吝点赞